普通玩家寻找沙漠boss vs 主播寻找沙漠boss 普通玩家寻找boss 嗨嗨 沙漠boss 这么好找的就一只沙虫 看 我瞬间就找到了 兄弟们给我电邀嘲讽哥哥 嗯 凄 主播找boss 这一看 迷你世界中的沙虫 它长着两只脊脚 它被人类攻击的时候 它的身上就会泛红 有很多小伙伴说 沙漠中只有一只沙虫 错 其实还有另一只隐藏boss 你们难道不好奇 它是谁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沙虫 请点一个赞 对了 小伙伴们 在评论区中输入六个炸弹 就会有新特效出现哦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沙虫所生存的地方 就是沙漠 并且沙漠地大物博 小伙伴们你们看 前方是没有尽头的 并且沙漠的左侧也是没有尽头 当然 它的右侧依然没有尽头 那么这么大的沙漠 它的另一只boss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另一只boss 它也是一只沙虫 不过它没有身体 在评论区中空出 六三 你将会知道 这只沙虫它的身体究竟去了哪里 所以说 主界面对的这只 无身体沙虫 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沙漠中 所以说 迷你世界中的沙漠 并不是沙原领主一只沙虫 你们知道了吗 哎呦 我去 你可真能憋 你怎么不去当策划呀 兄弟们 上电摇 嘲讽哥哥哥 咯嘛 不肯定的沙虫 咯嘛 咯嘛 咯 mieux 咯嘛 就在这只沙虫 又是